大家好,我是Giorgioです 來到今天星期的會話 我們要先說一下這個文型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文型 它就是問你 是不是什麼來的 好像有很多什麼 今天會說三個文型 要配在這個 文型裡用的 第一個我們會說 誰人的文型 好,大家看了以上這句對話 第一句就是 上個星期學過 是誰的 猫 是誰的猫 然後答的時候 就會說 這個是Giorgio的 什麼 然後我們看看第二個文型 這是什麼雜誌 這是什麼雜誌 這是福的雜誌 好,那上面那個 就說到 這是什麼雜誌 這是什麼雜誌 的雜誌 好,然後我們看看第三個文型 這是什麼雜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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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日本的雜誌 好,那第三個 就是 就是 誰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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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誰呢 那大家記住這三個文型 再加 是誰呢 這樣去用的時候 就可以聞到很多問題 去日本買東西的時候 也會方便一點的 好,那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學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,那下次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下次見 拜拜